全场所有人的由周公子买断 大家吃好喝好 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可以请更多朋友 还有很多朋友我们是第一次见对不对 还有我们大同样路灾 还有我们小朋友叔叔 大家吃好喝好 吃得开心我就是费幸福的来了 亚秀亚秀 亚秀 亚秀 但是我特别感谢同哥一点就是我跟他吃饭的时候 他们是允许我不喝酒的我这个特别开心 除了他知道我们周围没有什么不喝酒的朋友 不喝酒的朋友我们不会玩的 周深最棒的一点是他不喝酒也跟喝了酒一样 真的太奇怪了 我之前以为他是假装嗨 因为我也很你知道我做节目出身的吧 我特别讨厌假嗨的人 但他是真嗨 我不知道为什么 超嗨我的人生就是因为有了你们 而很嗨 哈哈哈哈 发行不行不行就不行 不行不行就不行 不相信大哥一三一四 让我们再来一半 用力下终于二四 我大哥 在这里 我们三行的 你这种你才会 就是让我自己 我娘子心中客下大哥 你要是大哥大哥 你快过来让我来给你啊 哎 空中飞猫周深在结束了金奖颁奖典礼后 就马上飞到了香格里拉 昨天已经和跑男团的兄弟会合 开启了特别机的录制 这个小可爱就是行走的表情包 老友重逢深深打开了画匣子 和姚PD聊到飞起 开心到忘记了旅途的劳累 和张真远的互动在弟弟眼中 看出来满满的爱 一瞬间不知道谁才是弟弟 二十二日香格里拉跑男录制最后一天 今天是红色脏服周深 直播间太卡了 本来跑男直播信号就不好 然后周深一出来就更卡了 导演说跑男约不到周深的档器 周深太火了 周深好不容易挤住两天时间来参加这次的录制 参加谭顿老师香港声音合流 都是提前半年约的了 看到很多人问跑男什么时候播出 据悉11月23日播出第一期 周深只录制了后面两期 所以要2025年才能看到了 兄弟团成员现在人均肌肉型男 到底是谁说 你不是走这个路线的 不要勉强 不要太勉强 你要变成肌肉男 这就多可怕呀 那不一定 就没有那个可爱的劲儿来 谁跟你说我可爱 就没有周总的这个霸气了 啊可以不打这个周总 好感谢你 那是一组的 周总 周总 不要再急了 周总昨天晚上 大家记得看分泡 昨天晚上康开节目 大家记得看 请全组人吃了一顿大餐 第一天来就说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都说受到这样的暴击 周总你有什么这个想法 就有这样的荣幸 可以请大家吃饭 既然你这么不礼貌的话 我要不礼貌了 你的肉删不删 对不起 因为我看了 我看了一场 我的不好意思kill你 很震撼真的很震撼 我去后台的时候 包括在相看 我跟我们俩聊天 我是真的绝对没有任何的 别的这个这个这个 他觉得很好 谢谢姚冰冰 很感动真的很难 尤其是我哥 每天在车上放 所以之前跟深深约 那个这一时间 很多时间当机都排出去了 我确实是工作忙 谢谢姚冰冰 谢谢你啊 终于挤出了最后一天半来 那你先聊你们兄弟们 那我们先走了 嘿嘿嘿 陈总 这是周董 周董那边 那你先聊你们兄弟们 嘿嘿嘿 陈总 这是周董 周董那边 9 8 7 6 杀哥 别回来了 再说个好消息 由周深演唱的电视剧《七夜雪》的雪落武汉主题曲《一声一顺》 于10月21日正式上线海外平台 海米们可以毫无阻碍的听周深的新歌《一声一顺》了 说到精英奖 新华社在21日艾特周深也分享《心童此愿》的舞台发布说 周深现唱歌曲《心童此愿》 用独特的嗓音将情感传递给每一个人 此外周深又掉落一个新行程 10月24日20点周深惊喜空奖IPSA直播间 大家不要错过了 周深接下来的已知行程是27日王者荣耀共创之夜 21日王者官方以对话的形式剧透了嘉逼的舞台 其中周深好像真的要表演大型魔术了 如果有魔术 那是不是意味着要唱《奇迹时刻》 另外2024年 王者荣耀KPL年度总决赛主题曲《看见我》 是不是也要唱呢 还要加上主持团队的合唱 不知道小编猜测的是否准确 拭目以待 大家也可以猜猜看哦 再接着应该就是31日的直播 作为天猫精灵的全球代言人 周深21日微博宣布天猫精灵又上新品了 并预告31日自己将再次走进天猫精灵直播间 大家记得哦 天猫精灵也官宣了一系列的优惠和福利 大家可以去看看 当然中间肯定还会有其他未曝光的行程 周深这魔鬼行程 没点体力根本吃不消 更谈不上高质量舞台 周深真的太拼了 好 你好 你们加油 不要骗我 有外罐头吗 有 加油 罐头 这边也有罐头呀 罐头 这边也有罐头呀 嗯 为什么 哪只是个小人 男嘉宾 我还是不敢看团 又是你 又是你的 哈 staggering 我还是不怕休息 識语 coin 白鹿你好美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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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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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雄